有人問我說去夜店的話 被搭散要怎麼辦 之前我跟我姐妹就有研究出一套 就是我們在舞池要怎麼樣去辨別 跟我們跳舞的那個男生好不好看 我們會圍成一個圈 然後面對面 然後看到你後面的男生長得不OK 我就會這樣跳舞 那如果他今天長得很好看 我們就會這樣跳舞 有人問我說去夜店的話 被搭散要怎麼辦 大家去夜店一定都是一群人去嘛 不要一個人去一個人圈很危險 之前我跟我姐妹就有研究出一套 就是我們在舞池要怎麼樣去辨別 就是跟我們跳舞的那個男生好不好看 我們會圍成一個圈 然後面對面 譬如說我現在在你對面 然後看到你後面的男生長得不OK 我就會這樣跳舞 那如果他今天長得很好看 我們就會這樣跳舞 好 就是這樣 那這樣好像也不是夜店被搭散怎麼辦 就是 這樣總而言之 一個小小的技巧 舞蹈可以自由發揮 然後呢 上廁所 請成群結隊 好嗎 到夜店這種地方 什麼怪人都有 你有可能會在廁所聽到一些 酷的聲音 什麼 牙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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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蛇 2 3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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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6 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